第十一轮 巴萨这样豪门球队的排名情况 在这轮比赛当中 就有这样一场较量 对皇马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对战双方是比利亚雷亚尔和莱文特 本场比赛比利亚雷亚尔是在主场作战 由于两支球队队内都没有什么大排球星 因此比赛过程也是乏善可乘的 全场比赛 主场作战的比利亚雷亚尔 是占据优势的一方 他们全场比赛有二十三角射门 但是神门质量非常低 仅有四角射政 比赛第七十七分钟 还因为乌龙球导致球队一度落后于莱文特 不过比赛最后时刻 比利亚雷亚尔还是依靠这配德拉萨的进球逼平了莱文特 对于皇马来说 这其实是一个不算太坏的消息 因为在本轮开打之前 皇马在积分榜上落后莱文特两分 而这套平均过后 皇马的积分也是和莱文特持平了 但是就算如此 皇马的排名还是再度被莱文特超越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西甲联赛的排名在同分的情况下要靠正负关系 在赛季联赛首回合交锋 莱文特以2比1的比分击败了皇马 目前皇马的联赛排名已经消滑到了第七名 这也意味着皇马再度跌出了欧战区 对于皇马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区俗 毕竟做为西班牙历史上最伟大的俱乐部 连赛11轮过后 球队排名在欧战区之外 是很难让球迷们接受的 更何况对皇马来说 下轮的结果有可能会更加糟糕 因为下轮比赛 皇马将会做客挑战塞尔塔 需要指出的是 塞尔塔堪称是巨人杀手 过往几个赛季皇马 巴萨都曾在塞尔塔身上吃亏 因此以皇马目前的状态来看 做客塞尔塔凶多吉少 一旦下轮皇马不敌塞尔塔的话 那么皇马的排名 有可能会再度出现大幅下滑的情况 要知道 皇马的排名 一天前刚刚重回欧战区 但是一天后就再度跌出去了 更可怕的是 一周后皇马恐怕排名还得消滑 以前先继续地盧 有限告 是 不早 有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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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有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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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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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